為什麼 一看到二 就跳開了 不要繼續執行 OK 那總共的話呢 會有 應該是大樓總共應該是 十二層樓 對不對 所以因為跳離一層之後怎麼樣呢 那必須再加一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一三一直到 這什麼意思啊 比如說像 有些大樓 應該這樣 他沒有四樓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 就是他沒有四樓對不對 也就是一二三 奇怪你怎麼沒有四就是五六七一直往上 所以這個樓層的話就要重新被定義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跳過四樓好了 OK那你會發現跳出來的話 應該就是一二三 尤其像醫院 醫院最不喜歡看到有四的 也就是說你住 住那個 醫院的話應該不希望住到四樓吧 不然感覺就很不吉利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他的樓層就變成到十三 那實際上他不是十三樓 他是十二樓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城市部分 請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你可以宣告 兩個變數 一個是Total總樓 然後呢Step 你要跳過的是哪一層 然後呢輸出的話 這邊有幾個大樓 這裡的話呢 接下來就說 如果Step 這個Step 就是說你要跳過的部分 不等於零 就是說如果等於零的話 就是都不跳過 就是一到十二樓 如果 不等於零的話 比如說有四對不對 那一定不等 所以這邊的話呢 Total要加加 那Total加加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剛好有同學一直問這個問題 加加其實就是 如果你這邊寫加加也可以 或者你寫什麼 Total等於 我這邊把它註解掉了 比如說 Total 你可以寫另外一種方式 兩種方式其實在 Java或C Sharp都相通 Total等於甚麼 Total自己本身 加上1的意思 所以你這樣寫 他也是可以接受 這邊 有沒有 這種寫法跟這種寫法 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哪一個比較精簡 當然上面比較精簡 OK 所以這兩種寫法都是OK的 那預設值的話呢 I等於0 這個是初始值 File一定會有初始值對不對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File 那這邊你會發現條件甚麼 200 那你會發現其實原來他跑 小於 0開始 0一直到199 會一直跑 可是呢如果你 中間有一個中斷點 就是Break 當甚麼呢 這個 I如果大於 這個Total的話 那直接Break 直接跳開了 不要再跑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條件可能很大 這個條件 也許很大 可是你不知道哪裡跳開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用Break 強制把它跳開 OK 那Continue 如果甚麼呢 當甚麼呢 I等於比如說4樓的話 Continue意思說到這裡本來應該往下跑對不對 可是呢 看到Continue 直接跳到上面去 也就是說4樓部分呢不會跑這一行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練習一下 利用這個範例呢了解Continue跟Break OK吧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喔 喔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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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